日本女神广木良子 日前被周刊文春爆料 和米其林一新主厨 鸟宇周作发生婚外情 随后双方也承认双重不伦练 广木良子除了和家人及粉丝道歉之外 演艺圈工作也宣布无限期停工 而18号广木良子的老公景同顺 也在东京召开紧急记者会 一开始她先是为妻子的事鞠躬道歉 并说广木良子是一位很好的太太 她从来没有放弃照顾孩子 在孩子眼中也是最棒的母亲 对家人而言是一位很努力 很优秀的女性 景同顺透露在婚外情曝光之前 广木良子曾向她提过离婚 两人关系因此变得紧张 之后丑闻爆发后 妻子也哭着跟她道歉 景同顺在记者会中也忍不住落泪感叹 当初如果能早点阻止她就好了 会发生这样的事 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 并表示今天要出面开记者会 广木良子并不知情 随着景同顺出面 立刻引起网上热议 不过她日前也被爆出 和多名女子外遇并出轨多年 因此也有网友质疑 这场记者会背后的用意 是不是先演戏先赢 大动作落泪 护妻的举动也引发诸多的揣测